以及当然今天大家在吵 谁会当他的副手呢 说实在台湾副总统好像能够做的并不太多 大部分都是沉默的影子 对不对 比方说内阁赖清德 对不对 记得都都常常常 蔡英文根本不让他做事 对不对 副总统不要来乱就好 但是不管如何 希望这个副总统能够帮侯友谊加分 当然也希望能够不要出乱子 很重要不要扣分 所以有几个被点到 包括我们看到管中敏 在当台大校长的时候 有为有守得到很多老师跟学生的敬仰 国家的财宝 就是侯友谊说的 而且他被民进党打压得很惨 那这个民调很高的 这个台中市长卢秀燕表态了 他说妈妈会留在家里 留在家里不要一直管我好吗 还有李贵敏 还有这个柯知人 形象都非常的良好 当然这个侯什么配 大家很关注 但毕竟焦点还是在侯友谊的身上 这个副手也不宜 你强调太多侯友谊的风采 不是吗 那至于说 副手的人选 我真的觉得现在干嘛挤副手的人选 找得很了 拜托现在才几月啊 重点不在那个地方 重点是正的这个人要先稳定住 能够把民调稳住在那边 而且开始上扬 这个时候副手就 再去慢慢去考虑都来得及 然后我必须再强调一次 每一次都有人提到卢萱燕市长 卢萱燕市长是个好市长没错 但是我觉得提出这种建议的人 根本是跟国民党有仇 因为你有想过吗 第一个侯友谊如果去当选 如果他当选了总统之后 新北市长已经要伤脑筋 然后你一次把新北跟台中 两大都的市长一次干掉 你们是像不像话 然后你故意要 一个已经被人家说落跑 你同时两个再被人家说落跑 你只要你嫌国民党死的不够快 票丢的不够多吗 所以我觉得你提别的也就算了 提卢秀燕的人啊 这个人基本上居心叵撤 这个人肯定是害国民党 所以卢秀燕第一时间就告诉大家 很清楚吗 妈妈市长会留在家里 讲得非常的清楚 这个 我觉得卢秀燕市长是非常聪明的 因为他也不是现在才被弄 他已经被弄了好几个月 一直有人不断的在说要叫他出来 这种人都是想要害人的 拜托 如果你是真心认为他应该出来 那我必须说 你赶快把你的脑袋拿出来洗一洗 仔细想想看这样做到底对不对 第一课520开炸了 侯友宜也不是吃素的 人家也有秘密杀气 看看之后谁翻盘好不好 谁翻盘 那5月17号据说要开始 筹筑竞选办公室了 那5月20号从 他的这个新北三重出发 北中南说明会 一切的一切都准备好了 前途一片光明吗 好侯友宜站上了起跑 现在正式起跑 大家关注的面向有很多 我们帮大家整理一下 他要怎么样出发 怎么样调整脚步 告诉大家 5月20号开始 三重出发 5月20号早上 党内部还有民众 他有一个报告 我们看到这个国民党 也会有秘密的武器端出来 就是侯友宜正式的 2024政策白皮书 对赖清德火力全开 大家觉得赖清德好不好打 我稍后来问一下 现场的来宾 然后大家关注的还有 因为他是现任市长 也是有请假的问题 最快应该是9月份 开始请假捐薪水吗 他怎么说呢 不但会捐出自己的 还会捐出更多的 所以一开始 我先请教一下韩冰 七首饰你觉得如何 你觉得赖清德好不好打 他说5月17号 开始筹筑竞选办公室 其实据我所知 他们好像很早以前 就开始在准备 只是说因为 之前还不确定是他 所以不能够 也不方便工作 对不能够做得太明目张胆 那现在就是堂而皇之这样做 那这个本来就应该 早就该准备 不然的话现在才弄太慢了 那重点就是 对侯友宜来讲 他当然要展现一个 完全不同意过去的他 捐不捐薪水那些 根本不是重点 说真的那个 计较这种格局就太低了 太小了 重点是 后宜要展现出 他不再是那个 厚厚做事 对 他要回到他以前那个警长 英雄的角色 他要回到他以前铁汉 那种角色 然后他要 持风非常心意 然后问题都问到点 然后能够打到民进党 这条狡猾的蛇的七寸 这样才能够成功 因为他一定要赶快洗刷掉 过去他给人家的这种刻板印象 不然的话对他来讲就完了 尤其是 现在国民党党内 一直到现在都还有很多纷扰的时候 如果他不能够赶快展现出 起手势就镇定军心的话 那接下来国民党就会变得非常难选 那个亮哥昨天在这个下午的节目中 他给侯友一个期限 就是他认为他一个月内 这个民调一定要突破这个30 甚至在往上 他觉得时间非常的紧迫 如果你一个月达不到这个数字的话 未来恐怕就很难 亮哥对侯友宜蛮宽容的 我是这样认为 我觉得他应该要在6月初 就应该要达到30 如果没有达到30就很危险 因为你要知道 现在国民党目前还在一些内乱 今天有一大堆莫名叫消息出来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非常有可能的 如果侯友宜没有办法很快稳定军心 那很多票可能就会流到柯文哲那边去 那一旦产生这种移动现象的时候 核友宜要再救回来就非常困难 所以他必须要加紧脚步 而且一打就要 你要让人家觉得你不能打在棉花上面 你一打就要打对点 而且立刻击中要害 要逼着赖清德开始回防 怎么样打这种点 哪些点你觉得 因为其实赖清德 我必须讲 他过去其实 没有真正被放大镜检验过 因为他都是选地方的诸侯 然后立法委员这一类的角色 出去在同安城是什么深绿的台南 而且他在台南 对 他有种来台北市拼拼看 他如果在台北市 又在很多媒体聚集的地方的话 赖清德从来没有被这样检视过 所以赖清德过去曾经有非常多的传言 那当然不一定是真的 但有些可能是真的 再加上现在 他过去主政的台南 传出了一大堆一连串的弊案 议会也好 地方也好 光电也好 到处都是弊案 所以这些东西 都是赖清德可以被好好检验的地方 还有他的国家阵头 他的能源 能源这些事情 那如果你要问我赖清德好不好打 我个人认为他 如果只有他一个人 一点都不难打 你看他最近去面对学生的时候 那个反应 对 防降 对啊 那个基本上就是一个毫无准备 然后没有概念 然后对年轻人在想什么 也不了解的一个人 才会做出这样反应 所以如果单纯赖清德一个人 我不觉得他难打 但是问题是赖清德不是一个人 赖清德除了有整个民进党帮他之外 还有最重要的是什么 媒体都在帮他 对他不好的东西 你看我们这边报的很高兴啊 讲你看赖清德又失言 赖清德根本就搞不清楚状况 可是你觉得三明治会这样讲吗 不会 所以三明治会帮他闻过是非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就是侯友宜要打出来的东西 必须逼得三明治想不报都不行 你就是一定要打重点上面 而且逼得他非得回房 非得解释不可 比如说 其实他自爆的东西就已经打到点 因为一个防架的问题 你看民进党连发言人也跳出来解释 内政部长跳出来解释 次长跳出来解释 一个一个全无保出来解释 网上炸了 对表示他们自己知道这次踩到痛点 踩到年轻人的痛点 所以呢他们必须被迫不断的回应 然后虽然他们一直不断的想说 都是国民党断章取义 都是国民党故意捣乱 可是问题是没有用 因为年轻人都听得很清楚啊 你那个画面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谁断章取义 所以赖清德买容易犯错的嘛 是 实际上在那个场合 他有很多种比较好的回答方式 大家选择一个最糟的 是啊 其实大家去想想看 赖清德当年在台南市长的时候 他可以几百天不进议会 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台北市议会 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情 早就炸锅 早就天下大乱 可是因为那是台南 台南没几关注度少 很容易就被人家带过去掩盖过去 可是现在不一样 现在他要选的是总统 媒体一定会天天盯着他 然后他一言一醒 都会成为 所有人关注的焦点 那同样的 当侯友宜提出一个 社会大众认为 他必须要正面回答的问题的时候 如果他没有办法正面回答 如果他三三多多 如果他答错 那他就会重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